今天是2024年的3月20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CubeH的社区立会 我这边来先简单的过一下今天的立会的议程 第一个议程是家伟这边来介绍一下 他这边提出来的一个需求 就是希望设备的数据能够支持设备数据 存储收集到普罗米修斯 第二个是我这边来介绍一下 最近做的一个小的backfix 也是一个小的需求 就是使用聚合的cluster rule 去支持启动IPSC的能力的时候 支持NextWatchIPSC的资源 第三个最后一个议题 就是请LFX导师项目的课题一 就是自动化生成API文档 和课题3KAdmin的一些能力增强的两个课题的同学 来分享一下最近一周的进展 那主要是这三个议程 那我们就先请家伟来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我声音能听得见吗 可以听得见的 我这个屏幕可以看见吗 可以的 行 就是我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需求的一个背景 就是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想把这个设备的数据去做存储 然后我们这边有的是一个Promic修斯湖 然后我们也跟这个服务的一些维富的人聊了一下 就是他们支持我们通过这个 RES的API的方式去写入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设备这块的一些代码 但是我对这块不是很熟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之前冰城提交的一些PR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像那个 InflexDB 还有Redis这些方式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我能不能也像这样 就是原来的这个方式一样 我在下面加一个 Promic修斯的一些东西 包括在这个CRD里面去加一些这样的定义 然后跟这个一样的去实现这个Promic修斯的一个存储 但是我这边可能 我有一点不太压 就是他现在支持的是这种 US API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想跟大家讨论就是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合理的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解决办法 这个RES的API 我们这块这个Mapper在推送数据的时候是有好几种方式的 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把它推送到用户的数据库里边 另外的一个方式呢 也是可以直接把它推送到用户的应用里边 就是它上面的那个PushMethod里边有一个那个MQTT和HTTP 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 就是通过HTTP的方式直接推送过去是吧 对因为我看你的那个ECU里边写的 它也是通过API进行一个写入的嘛 那直接通过HTTP进行写入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啊 只要能够掉这个东西能写进去就行了 对那现在Mapper的话 它已经支持就是通过这个HTTP的方式 向用户的这个应用进行推送数据了 就是就是我没必要再去自己去加这个Premissions这一块的 我直接通过我们已经支持了这个RES API的一个能力 就可以实现了 对的对的 现在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对应的这个代码吧 就是在你打开的这个Data里边有一个这个Publish的那个文件 对对底下这个Publish 也是这块就有HTTP的这个Client 这块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就是你可以按照你们那边需要的那种方式给它加一些相关的这个功能啊啥的 就主要就是那个Push的那个函数里 哦好的好的 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嗯嗯对 这里就是要把这你这边写的那个RES API的这个接口 就是我们的那个Mapper它能访问单 你的Premissions 那Premissions想问一下就是那些是怎么部署的 Premissions 就是这个部署架构我倒是真不太记得了 他们应是 反正他们存储应该是应用的那个Vector Matrius 是存在里面然后 也支持S3的一个扩展存储 然后他们部署架构这个我还真忘了 我的意思就是它是否 就是因为它在边缘这一点嘛 它网络这块就是你 你你是Premissions是部署在哪里的 可能跟这有关系 如果如果网络没通的话 可能还需要还需要部署HMH的人 去通过VC的方式去填量它的那个 这个我理解 就是就是它如果是在一个 就是在内网里面的话 我们可能能通过一些NodePort 或者SeverName去 通过NodePort的这种方式传闻 如果不是在就是它的云端 我的编端的话 我可能需要通过这个HMESH 加这个SourceMate的方式去访问 对对对 这个这个倒不是问题 那应该没问题 它这种现在这个Mapper里面 它HTP这种方式 也可能只需要自己去把这个HTP的那个 URL给配置就应该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那应该 Name能访问的到这个URL的话 就可以来完成一个推送 好的 那我这边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这样的可以 我有个疑问 就其实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普罗美修斯的REST API 它可能和理解中的这个客户的这种API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就如果说推送数据是能定制的话 那它其实 这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量的事了 因为它可能会有固定的body 对吧 有的开的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从HTTP推这个是可能 加伟这边要验证一下 然后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它这个支持HTTPs吗 这我觉得不是问题 就主要就是 比如说 之段它是怎样的 就配的那个 设备属性 对吧 它的名字是怎样的 结构怎样的 那它推送到普罗美修斯 其实在这里 其实是没有声明 它的body应该是如何去组成的 就比方说有些可能是标准的节省Data 对吧 有可能是其他包一层的这种 这个是每个用户层面的 这个请求什么都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 这个这一点要先验证一下 然后 它普罗美修斯调REST API 它是直接用标准的HTTP库调 还是它会提供client去调 我可以看一下我这些验证的一个demo 它应该就是用的 这个 它有库吧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它最后调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HTTP client 对啊 就是用这个HTTP client来调的 这个是我直接验证一个写能写进去的一个demo 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 如果说是走HTTP这个posh method的方式的话 那其实可以考虑去扩展 就是怎么把设备属性变成一个服务端能识别的一个body体验 就这一层可能也要去添加这么个定义去扩展一下的 要不然这个东西太多定制化了可能 对 它最终写入的body 类似于一个这样的格式 就是一个10-0 就是一些KV的一些模式 对 就比方说属性 嗯 只产生的属性 属性名产生的属性值 对吧 然后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服务端能识别的body 这个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就是这样就我们就可以走标准的 HTTP的这种推送方式去走了嘛 就不用 重复的去为REST API去开发不同的博取方式 就是需要一个把设备素质转成它这种body的一个 类似于一种工具类什么的 对对对 类似这种通用的这种处理方式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问题 其他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诶 家伟你刚才说这个客户 他是用普罗米修斯去采集设备的数据 他之前他他他有做过采集 HCode这边的一些数据的就是就是应用吗 HCode的数据我们现在是这么用的 我们是用的那个 Prombit去采他的这个metric跟log的日志 嗯嗯嗯 没有用普罗米修斯是吧 呃不是我们是用的那个 因为Flambit它本身就支持这个remote white 就是用Flambit往这个prometrics里面去写 哦哦哦哦哎你们这个可以写一个 就是文档或者实践什么的在社区吗 可以啊这个我们已经测过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啊可以啊那后面 而且占用力非常小 用Flambit的话应该就只要20多张 哎那还挺好的 那你看有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写一个文档 或者就是就是放在放在比如说官网上面啊 或者什么的 因为确实之前有很多人 其实都都挺关注说怎么又怎么使用 普罗米修斯在这个场景里面 可以啊嗯嗯 好嗯嗯看一下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对就是使用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你在那个设备的 样文件里面进行一个定义 我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例子我发在这个聊天框里 嗯可以参考一下就虽然说这个文档还没合进去 但是呃基本上可能大致不会再变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有可以达到你们的这个要求不 好的好的我待会下这段研究一下 嗯嗯 行大家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那我呃谢谢家伟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议题 我这边来共享一下 嗯嗯那我这边来介绍一下 那个支持那个Nestowatch Nestowatch IBSC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 我们是在1.14的版本里面 是引入了一个新的特性 可以支持使用 就是MetaServer在那个边缘 去做一些认证健全 当时然后这个特性 我就那个不详细的介绍了 然后这个特性当时是做了一个功能开关 默认的话是个 这个功能开关是关闭的 我最近是在做其他需求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功能开关打开之后 发现Cloud Call这边是一直会有包错 就是它的 这边稍微放大一点 它这边就是没有就没有呈现 Nestowatch这些IBSC的资源 然后也是看到我们其实在 Cloud Call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那些Cloud Call的那个 Cluster Row里面是没有设置 这些IBSC的资源的 所以当时是考虑说把这个 这些资源给加到我们原本的Cloud Call的启动的 那个Cluster Row里面 但是这个Cluster Row启动之后 我就是在想它会不会是权限太高了 就是安全性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做了 是把那个是考虑用这个聚合Cluster Row去做一下 那这个那这边是新增了一个聚合的Cluster Row Cluster Row就是这边这边设置了一个匹配的Nable 就是设置它是否需要聚合到那个 那个Cloud Call的这个Cluster Row里面 然后这个原本的这个IBSC Cloud Call这个Yaml里面 就是我们原本的一些通用的一些添加的规则需要的 比如说更新Node呀 然后上包Node的状态呀 然后Pod呀 然后这些 那我这边是做了一个 就是新增了一个Cloud Call的那个 然后这边加了一个Nable 然后在这个特性功能开关启动的时候 就是是需要去是需要去把它给开启的 然后这边有是把这些给设置上来 这是就是整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启动的过程 然后也是在那个Cloud Call这个默认的配置项里面 就增加了这个那个feature的开关 然后整整体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还需要讨论一个是可能说 这个启动的过程就是会影响 会对之前的那个就是已经部署到鸡群的那个class row有影响 就是如果说我们启动这个开关 我们去新增了一个等于说我们现在去新增了一个 就是聚合的整体的一个聚合的class row和一个通用的class row 即使你在默认关闭的情况下 就是把feature默认关闭的情况下 所以我在想我们1.14开始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是看一下就是1.141.15这些是是不是需要去cherry pick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去去去修改这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去呃添加一个声明 比如说1.14到1.16这个这个版本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feature的话 那我们需要去手动去添加这个class row 这样就避免了可能对之前的几个版本比较大的影响 这块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可能说后面的版本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就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呃就是比较好的建议 或者说觉得这个添加过去对之前的影响也是比较小 可以看一下 看胡威老师一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可能胡威老师对K月的命启动的过程会比更熟悉一些 嗯这边cast row整的是那个缺少的资源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之前缺少了一些资源 但是他这个资源是跟呃就是我们1.14引入的那个新特性相关的 就是他在通常的场景 比如说那个那个特性关闭的情况下是不太需要去开启开启这个这个这个资源的 这个class row的 所以我就去多设置了一个就是默认是关闭的情况 呃就是如果开启的话才加进去 这样可能避免比如说我们全新过大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只要我们把那个label设成那个跟value10.1的那个参数做一些绑定关系 那其实就能动态配了 嗯对 这是从那个层面整的 然后历史的话我感觉还是通过让用户自己手动加吧 对对对而且我现在这种加入方式是放在kadmin里面 就是比如说呃用户原本在初始化的时候kadmin启动的时候是把它给关闭的 后面需要开启的话那这些还是需要用户自己去配置 所以我在想这些是不是包括1.14到1.6去写一个生命文档 使用户去让用户自己手动去配置会更好一些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嗯嗯行行 行那呃反正我这个pr也可以我发出来 然后大家也可以检视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嗯嗯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就这个议题就到这里 那看一下呃lfx的几个同学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那我们我们从课题一开始吧 啊好的老师那个可以共享 需要啊可以可以 好的谢谢 哦老师能看到吗 啊可以看到的 啊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呃就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边是课题就是要自动生成Coveredge的API的文档 然后主要主缘就是我正宏郭林圣和族群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以下面这四个部分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就做的一些东西 因为首先就是任务进展了 因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以下这三部分就是生成Coveredge API的OpenAI文档 Coveredge的12个就是文件 然后最后是用了像K8S的工具自动生成Coveredge API文档 然后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也是正在学习 所以我们把这个目标分为这五个部分 目前的话正在学习和安装Coveredge 然后还有学习Go语言 还有Go Swag 来提取它的那个12个的Judson文件 然后打算在之后的 DateLite的话 中期的4月10号 之前就是提取它的像12个的Judson文件啊之类的一些工作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就简单的学习和部署了这样Coveredge 然后对K8S群进行部署 然后还有K8S群进行部署 然后还有K8S群进行部署 然后部署一下 然后还有做简单的学习一下SWIG的一些教程 进行简单的程序进行一些测试 目前还是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下周计划是就是熟悉SWIG的注释规则 熟悉K8S群的API文件结构 然后为K8S API添加那个SWIG注释等等 希望尽快的能够完成那个SWIG的最深的进取生成 谢谢 你们现在已经把K8S群给部署起来了吗 现在的话是K8S跟着那个Coveredge在B站上那个视频 其实K8S完全部署了 然后K8S的话是把那个差不多也是跟着这个视频来进行一步步进行 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K8S部署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一直想用Ubuntu来做部署的话 发现就各种版本的对应问题有问题吗 然后最后使用CenterOS 然后部署了这个V1.18的版本 可能会比较老旧感觉 对1.18有点老了 我们现在最新的1.16依赖的是1.27的版本了 对 哦明白 对 对 我们再重新部署一下吧 可能 嗯嗯嗯 就特别好 然后其他的话 关于这个Shwag 这什么那个信息提取的话 我的主缘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所以可以 一起跟老师提一下 就是我的主缘 嗯行 有什么问题可以 可以看一下 行 那他们解除 啊老师啊啊老师你好 就是我就是我我现在就不太清楚的 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啊 我们最后是要这个就是 swag Jason 是要我们去生成的 然后就是啊 这个东西它是从 就是什么地方去提起出来生成的 就是就是不不太知道 他这个他这个是输出输出出来的是一个 这个swag的 Jason 然后呃 但是但是我们的那个输入提取的那个 有没有一个样例啊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或者什么 输入提取的嗯 哦我我我我其实对swag不是特别熟悉 我不太清楚就是他需要什么样的输入 那我这边共享一下吧 因为就是我之前稍微简单的看过一下这些东西 哦好的好的好的 对对对对我我我共享一下嗯 我找一下这个 我找一下我之前的那个 嗯看一下这个啊 嗯我我我我我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就是 那个我们目前的文档都是放在这个package api s下面嘛 这些这些下面然后除了呃 component config下面就这个可能其他的都是我们的 就是api文档就是api文档就是api就是这边就是我们的api然后我们可能需要根据这个api去生成swag.jason的那个文件 就是嗯就是嗯我之前是做了一个部分就是生成了类似于kp s的这个哎 这个这个这种open api的这个形式那我们就后面的话就可能需要生成了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现在好像是那个学员在投屏 哦我没投投成功是吧对啊投成功了是有两个投屏你可以选择就是观看哪一个屏幕 哦哦哦这个 三 两个投屏 嗯要不要不 谁取消一下啊 哦可以了是吧啊好的好的啊 嗯是 就是我在想你们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kp s这边kp s这边不是有一个swag.jason吗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生成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就是看一下这个readme他们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可以发一下 嗯就是 嗯 嗯嗯 嗯 就刚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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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这个给给的是一个就是他他这个就是一个swag.jason里面的样例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 呃就这个东西里面就是要按照他的这个就 呃就像这个什么p s啊就就类似于这种要提取出来他的这种东西是吧 然后像像像wag.jason版本然后呃就就类似于这样的就只要最后嗯 对就是就是我们最后呈现的效果是 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他们这个 诶 不对是这个吧 比如说是这个样子他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分分类那我们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然后我之前也发过 那个 哦那个文章 对对对可马达那边的那个文章我看一下他们 有没有应该有的啊他们的文档对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最后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因为 k8s的就是官网的这个前端框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可马达那的前端框架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我们照着可马达那个步骤去做就行了 所以所以最后我们要完成的还是就是从他那个官网 呃官网上呃就前端那个官网上去去呃提提取出这个接口的 接手文件嗯是是我们最后需要做的是我们从我们的给他不上面 现在这些接口API这些接口的定义提取出来 然后生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官网的页面 哦对生成一个文档对 然后然后这中间这这中间就用到呃用到就是现现有的API 还是就就就就这个东西肯定 对目前所有的现有的API都在这个目录下面了 哦 对对对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 看一下他们 他们他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步骤的 对对我之前我之前也发给过你们就是他们的有一个步骤 就是他们的有一个步骤每一步骤对应的呃做了哪些操作有哪些PR 然后也都可以去参考 其实他们的就是我我你因为我可能可能他们可能他们 可能他们swagger点jason是之前就有的这个我不太确定 然后你们其他的步骤其实照着他们去做就好了 哦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应该是对这个就是哦 他他们当时是做的是更新swagger点jason吧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在这个更新swagger点jason 里面去做哪些东西 然后去然后最后生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然后可能然后接着就可以参考这一步就怎么去把这个 这些API的这个对添添添加到官网上面去 然后添添加到官网对他这边就有一个步骤 其实就是把就是他这边可能当时 比如说还是在个人库里面去去做的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个人库里面去做了哪些工作 就是有一个reference的docs这个这个个人库 然后K8S也有一个这样的官方的库 他做了哪些工作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跟他有交流过 他其实是把K8S的那个库拿过来 然后适配的修改了一下 就是因为K8S的前端的框架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把K8S的那个reference的docs reference-docs的这个这个库拿过来 然后做了一些修改 你其实也可以看一下他做了哪些修改 然后你直接照照抄过来就可以了 抄过来之后直接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然后然后把剩下的东西给提取出来 然后就可以生成出来这个文档 对 哦好的好的好的 对对对 其实其实现在的步骤就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生成这个swag.jason 第二个步骤就是根据这个swag.jason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仓库 哦 对对 前期你可以用 对对 你可以用你的个人库也都是可以的 对 哦好的好的好的 对对 你可以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commit里面做了哪些操作 嗯我看一下 然后你看到这里其实是K8S的那个reference 刚docs这些的commit 到这个部分啊 就是这个部分以上 他他做过的操作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他在里面做了哪些工作 比如说他他 他比如说他去读这个swag.jason 然后这个地方做了一些 适配我们那个前端框架的一些修改 对 主要就是这些工作 哦好的好的 对这个可以再看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那个swag.jason 这个东西是怎么生成的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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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我问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咱们这次swag的范围是 那些啊 因为咱们这边有那个1002是http的嘛 还有rest那个9443的也是http的 然后可能dmi这种双向那个rpc的结果 还有那个可能我认为是自定义资源的一些 这种定义 所以这边可能具体范围大概是个怎样的 嗯 嗯 我我我其实觉得最开始把我们一些自定义的 比如说dmi这些先放到官网上面 其实把这条路走通了 那我们后面可以再把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范围更广的给放上去 哦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 那基本上应该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嗯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赶紧去看一下那个 的流程 然后去学一下所有的这种一些东西 谢谢老师 嗯嗯 然后 库白里的部署其实还可以再看一下 包括按照官官网的文档的那个部署 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 你觉得文档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啊 你也可以你们也可以参与一些 去啊 去把文善给文档给完善一下这些工作 嗯 好的 嗯嗯嗯 好 那 嗯 课题三的同学 这边要分享一下一些进展吗 嗯 嗯 我我先分享一下 嗯 好的 嗯 嗯 课题三 嗯 主要做的就是 我的理解就是说 嗯 嗯 嗯 就是 嗯 设计一个 就是读取这个 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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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逻辑是他们最容易懂的嘛 这个就比较基础一点一些属性啊什么的变化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刚刚SET可能只是那个第一步 是吧就是等刚刚SET做完之后 其实有一些对科技研究兵的优化 其实学员们也是可以一起参与进来的 嗯嗯嗯对 你看你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比方说要他们比较快的去整一下 KIA的命这种 就是我的想法是因为可能比如说直接看代码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清楚说我我这个KIA的命具体是在做什么 或者说我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刚才想法是可以先把QBH给部署起来 就是先了解一下我们其实KIA的命最重要的两个步骤 就是先init把cloud core起起来 再join把age core起起来 那其实coopage最 就主要就是两个两个两个部分吧 一个云上一个边缘 就是先把这个效果给做出来 就是能看出来 然后再去了解那我们KIA的命具体有哪些操作 然后去怎么去实现的 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操作在里面 可能会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一下代码 但是这也是我的建议 对心 我觉得其实可以后面让他们看一看也是可以的 嗯 对 然后就是这一块学员们有什么问题吗 就做到现在 这会有些语法 对就是语法 这个是古朗的基础语法 那个叫什么 就其实你不用每个函数都去了解 就是去了解我告诉你的那几个函数 往下深度去看就行 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把一个YAML对吧 解析成一个有欠套层次的这个Map的结构 其实欠套层次的这个Map其实跟struck的欠套 其实可以理解成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它把那个比如说key变成了stream 把value如果说是基础类型对吧 它就变成了一些interflotterstream这种东西 如果说是个复杂类型 它再往下嵌套 把这个struck的再去解析成stream加interface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这边做的就是会直接把这个东西解析成struck 而不是就直接解析成那个Map这种 这种通用的结构体而是一个明确的结构体 所以其实只要参照这个的把原本变成转换成一个模糊的这个Map这种结构体 变成一个转成清晰的struck的这种结构体就可以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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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然后然后那个 对 后面我跟你们说一下吧 就是到时候我们 听你们说吧 就是到时候装 了解一下那个 可以演的秘密的安装上的 嗯 行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或者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啊 不一定是针对LFX这边的 近期在社区上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例会就到这里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这周是 嗯 那个欧洲区的CoopCon CoopCon欧洲区的会议 就是从今天是正式开始 昨天是有同场活动 嗯 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有一些CoopEdge的议题 啊 这周也都嗯 就是有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 啊就是一些一些同学会去分享 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好那 那就是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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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在社区或者微信群和我们交流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例会就到这里 嗯 下次的例会就是下周三的3月27号的下午4点 啊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 啊老师那个就是这个录屏到时候能不能发一下 嗯录屏的话都会上传到B站的那个CoopEdge的账号下面的 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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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嗯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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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